今天,首先呢,我要跟我們台北教會所有的長職、負責人、兄弟姐妹 以及所有在線上參加今天早上這一場安息日聚會的所有的主內的同寧 以及我們所親愛的這些可慕、真理的親朋好友們 願你們大家都平安 今天,小弟非常的感謝,也非常的高興能夠有這個難得的機會 再一次的來到台北教會跟我們大家一起來守安息聖日,來敬拜神 想起上一次來,大概至少也有十年了吧 所以這個機會真是難能可貴 那麼,我個人總是信主的這一生裡面 總是一直在思想一個問題 也就是說我們對聖經的道理 聽了很多,讀了很多,都非常的熟悉 可是我們所聽到的,所熟悉的這些道理 我們是不是能夠每天把它實踐在我們的生活上面呢 我覺得信仰的生活化,才是我們信仰的真理 所以我今天早上也好,包括下午的講題 都跟我們一個信徒,信仰的生活化是息息相關的 那早上我要講的題目是 你喜樂嗎? 首先我們分開聖經 加拿大太書第五章二十二節 加拿大太書五章二十二節,新約兩百六十六頁 二十二節說 聖明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 以下省略 這個加拿大太書六章二十二節這裡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經節 這裡記載著聖明所結的九種的果子 當然這個聖明的果子應該不止這九種 不過就這裡所記載的其中有重要的一項 就是喜樂,喜樂是聖明的果子 那麼聖明是什麼? 聖明就是神的靈啊 聖明就是神啊 所以我們一個屬神的兒女的人 我們應當有喜樂的果子 因為聖明就住在我們的心裡 很多人對基督徒的印象也都是 一般都這樣認為 基督徒應該都是喜樂的 這是他們對我們的期待 所以一個基督徒如果生活上沒有喜樂 他就沒有了見證 所以今天我想以我個人 從聖經當中對喜樂的道理的一個領受、心得 想說提出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如果現在我請問大家一個問題 也是問我自己一個問題 說你喜樂嗎? 就這麼簡單 你可以這樣扪心自問 我喜樂嗎? 有人可能會馬上在心裡就反問我 我現在正在經歷這個苦難 經歷這個長期的這個病痛當中 我要如何能夠喜樂呢? 人在苦難當中又為何要喜樂呢? 苦就苦了嘛 為什麼還要喜樂呢? 其實這兩個問題聽起來是很有道理 聽起來也是很自然的 我們基督徒的一個生活上的一個反應 那麼首先我們來探討一下 人在苦難當中為什麼要喜樂 我們就這兩個問題一個一個來探討 這個德國的一位哲學家叫尼采 他曾經說過一句話 他說受苦的人是沒有悲觀的權利 這句話其實給人印象深刻 也給我自己非常深刻的印象 也讓我進一步去思考到 我們人在苦難或者在病痛當中 我們的心態應該如何才是正確的 以及在受苦難當中 要怎麼樣子做才能夠喜樂呢? 這是我們作為一個基督徒必須要知道的 等這兩個問題 有一句話 俗話這樣說 他說窮時心不能苦 因為窮苦會潦倒 再來下半句說 病時心不能苦 因為病苦會厭世 這句俗話其實講得蠻好的 因為它是跟我們聖經的道理 是吻合的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聖經 真言十八章十四節 真言十八章十四節 舊約七百八十二頁 十四節說 人有疾病 心能忍耐 心靈憂傷 誰能承擔呢? 這裡聖經講到說 我們人有疾病 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經驗 心還能夠忍耐 感冒了 頭痛了 不舒服了 我們心還能夠忍耐 但是下半句說 心靈如果憂傷 有誰能夠承擔呢? 這個意思就是說 心靈的憂傷 是沒有任何人能夠承擔得了的 所以可以想見 心靈的憂傷 是多麼嚴肅的一件事情 那麼因為受苦難 心如果也痛苦 會讓我們人 就一直鑽入一個牛角尖裡面 到最後就是死路一條 鑽不出來 所以尼采他才會說的這句話 說一個受苦的人 連悲觀的權利都沒有 但是這個哲學家尼采 他只是回答了其中的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他就沒有答案 因為他都沒有說 在他書裡面 其實第二個問題才是重要 就是說我們人 特別是基督徒 在苦難當中 要怎麼樣子才能夠喜樂得起來 有哪些方法可以幫助我們做得到 這才是重要 當然這個不怪尼采 因為這個世上的書 你找不到這個答案 這個答案只有在我們這本 寶貴的聖經裡面 那這個人在苦難當中 要怎麼樣子才能夠喜樂呢 我經過思考把它歸納 大概有三個主要的方法 第一個就是要明白神的旨意 碰到苦難 我們要明白神 為什麼讓你碰到苦難 比如說今天我們全世界的人 碰到這個新冠肺炎的疫情 到底為什麼 為什麼神讓我們全世界的人 都碰到這樣的一個疫情 為什麼 我們必須要能夠明白神的旨意 才不會在這樣的疫情當中 造成嚴重的憂鬱 郁闷 闷闷不樂 甚至有的人想要自殺 而還能夠在這樣的一個苦悶當中 因為明白神的旨意 來喜樂呢 我們先來看聖經所記載的 一個提醒跟勉勵 首先看雅各書第一章 雅各書第一章第二節 新約三百二十九頁 第二節說 我的弟兄們 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 都要以為大喜樂 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 經過事業就生忍耐 但忍耐也當成功 使你們成全完備 毫無缺欠 接下來我們翻到前面 羅馬書第五章 羅馬書第五章第三節 兩百十四頁 新約 第三節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難中 也是歡歡喜喜的 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盼望不至於羞恥 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 將神的愛 浇灌在我們心裡 這一段保羅所講的話 再加上雅各書那一段話 這兩節經節 其實都讓我們能夠明白一個道理 就是神讓我們碰到患難 或者是任何的逆境 都是同樣的意思 其實都不是壞事 這是第一個正確的心理建設 如果你能夠用正確的 這樣的一個心理建設 來看待你所碰到的逆境 每一個逆境 那麼你自然就喜樂得起來 因為這個患難 是神要讓我們 讓他的兒女的信心 能夠藉著這樣的一個患難的操練 信心能夠成長 能夠堅固 是有神美好的旨意 那我們常常就是因為 能夠明白神這一層的旨意 這是比較高層次的一種旨意 那因為明白而能夠喜樂得起來 這個我們可以去 仔細地去體驗一下 體會一下 那接下來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淡水教會一位姐妹的見證 她的名字叫張立青姐妹 她在大約是16年前 她跟她一個國二的一個兒子 同時離了不同的癌症 到最後 這個張立青姐妹做媽媽的活下來了 她的國二的兒子 卻蒙神召悔 當時這個張姐妹 可以講心靈非常的 萬分的痛苦 她完全沒有辦法去明白 神的旨意到底是為什麼 為什麼不帶走年長的她 而帶走這個 有美好生命將來的這個兒子呢 她一直想不通 但是到今天16年後 已經最近這幾年 都可以看到 每次看到她 都是滿心的喜樂 滿面的笑容 她都滿心感謝跟我們說了 她說這十多年來 她的家族當中 有她的先生 她的大兒子 大女婿 她的媳婦 她的兩個孫女 還有她的大姐 總共七個人 就因著她的傳福音 而全部都來受洗 歸入主的名下 所以讓她 終於明白了神的美好的旨意 神帶走了她的小 這個寶貝的兒子 可是神卻 因為藉著這樣的一個苦難 能夠帶領 她家族裡面七個人 大大小小 老老實實上 全部來歸入主的名下 成為主的兒女 這是神何等大的一個美意 所以她到最後 她終於明白了 但是我們人 常常在苦難困境當中 就是因為在當下 我們沒有辦法去明白 神的旨意 所以使我們的心靈 會在當下 就陷入極深的痛苦當中 所以在我們每次的 迫切的禱告當中 我們都一直苦苦地 在追問神 說 神啊 你為什麼這樣待我 為什麼別人都能夠 快快樂樂樂的 都沒有這樣的苦難 那偏偏只有我碰到呢 其實我們的天父真神 祂其實是一位 不能夠體恤我們 病痛苦難的一位神嗎 不是的 希伯來書四章十五節 我們來看一下 希伯來書四章十五節 新約三百十六頁 十五節說 因為我們的大祭司 並非不能體恤 我們的軟弱 祂也曾凡事受過試探 跟我們一樣 只是祂沒有犯罪 十六節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 無懼地來到 施恩的寶座前 為要得怜悯 蒙恩會 做隨時的幫助 這裡聖經跟我們講 我們所信靠的 這個主耶穌基督 祂是我們的大祭司 祂不是不能夠體恤 我們的痛苦 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 不是 因為祂本身 也是跟我們一樣 降生的時候 也是帶著肉體 也是經歷 一連串的 從二者來給祂的一個試探 可是祂沒有犯罪 祂靠神來勝過了 這是 所以我們可以 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堅實可靠的 生命的救主 可以當作我們的倚靠 當作我們的倚靠 因為祂能夠體恤我們 那既然 這個神是能夠體恤我們的 我們就要 在困境當中 我們就要想盡辦法 有一個安靜的心 來求神 讓你能夠明白 祂的旨意到底是什麼 才能夠幫助你在苦難當中 走得出來 使你的心靈 能夠真正的快樂的起來 那我們接下來看 羅馬書的十二章 羅馬書十二章十二節 二百二三頁新約十二節說 在指望中要喜樂 在患難中要忍耐 祷告要恒切 讀到這裡就好 這裡保羅提醒我們 說在指望當中 要喜樂 其實這是他十二節 這一段話的一個總結 他總結把它寫在前面 底下就是過程 在患難中 我們要忍耐 而且 祷告要恒切 那麼今天 其實保羅這句話的意思 是要讓我們明白 雖然我們碰到苦難 雖然我們目前 在困境當中 在逆境當中 但是 我們的永生的盼望 仍然存在 我們的盼望 沒有改變 因為我們的神 是信實的神 既然是這樣子 我們的盼望 仍然存在 安定在我們的面前 那我們就應當 要喜樂的起來 因為苦難也好 病痛也好 這個都是短暫的 都是在肉體上的 一段時間就要過去了 所以保羅接著講說 我們在患難中 要怎麼辦呢 我們都會碰到患難 他說在患難中 要學習忍耐 像我們這次疫情 我們台北教會 一開始就 全部都是線上聚會 對不對 然後我私下所認識的一些 台北教會的統領 聽他們在講都覺得 好不習慣 都不能夠來教會 安息日到了 習慣就要換裝 穿著整齊 稍微打扮一下 打扮一下 姐妹 就拿著聖經袋 就要來教會聚會 可是現在 卻不能夠來教會聚會 我們有一段時間 是這個樣子 那麼就覺得很難忍受 很難忍受 有的信徒就還因為這樣子 每個禮拜都會打電話 找負責人 我可以不可以到教會來聚會 我可不可以來教會聚會 我們淡水教會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所以保羅勸勉我們說 在患難當中 在逆境當中 我們要學習忍耐的道理 所以這個忍耐的道理 現在正是我們 一個大好的學習的機會 這個疫情已經 暫時要告一段落了 應該照目前的狀況來看 但是還有一段時間 我們要把握這一段時間 學習忍耐到底 聖經跟我們講 忍耐到底必然得救 主耶穌講的話 是不是 所以我們趁這個機會 是好好學習 然後在這個患難的過程當中 保羅還叫我們要 恒切地禱告 恒切地禱告 所以其實在這裡 保羅跟我們講了幾個重要的秘訣 除了剛才講的 我們的指望是一直都存在的 我們在這個患難的過程當中 必須要學會忍耐 而且要忍耐到底 這個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最後一個 祷告要恒切 也就是要祷告 在患難當中 要能夠喜樂的一個關鍵的秘訣 就是要祷告 不要因為這個患難 時間久了 我們就患散了 就懶散了 祷告也是隨隨便便的 不要這樣子 所以保羅跟我們講的就是說 藉著這樣恒切忍耐的一個禱告 那麼在這樣的禱告當中 我們就能夠找到倾訴苦境 交托困難的一個很好的對象 就是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 那麼在禱告當中 我們就很有機會 在禱告當中就明白神的旨意 那麼在禱告當中 我們就能夠得到釋放 最後在禱告當中 我們就找到真正心靈的喜樂 那這不就是我們信仰生命的一個目的嗎 我們要過著一個喜樂的生命 不是嗎 所以在這個 這樣的一種苦難的環境當中 我回頭過來想 剛才我跟大家分享的這個淡水教會 這位張立青姐妹的見證 她應該是一個經常恒切禱告主的一個姐妹 所以她最後終於能夠真正的明白神的旨意 是如此的美好 是遠遠的比她自己心中所期待的 那差太遠了 差太遠了 神的旨意是何等的美好 那麼就是因為這樣子 讓她最近這幾年 她都是無時無刻都面帶笑容 你看到她 如果你第一次見到她不認識的人 還以為這位姐妹從來沒有經歷過苦難 其實不然啊 她經歷的苦難非常的大 母子同時罹患重病 癌症 結果死掉的是兒子 不是她 你看那種苦是何等的大 很難形容 但是從張姐妹的一個信仰的歷程 可以讓我們有很多的分享跟感受跟學習 那這是第一個方法 在苦難當中要明白神的旨意 我們就可以喜樂的起來 第二個方法 在苦難當中 我們要會真正的倚靠主 要靠主 我們來看菲利比書的三章第一節 菲利比書三章第一節 新約二百七十九月 第一節說 弟兄們 我還有話說 你們要靠主喜樂 我把這話再寫給你們 與我並不為難 與你們卻是妥當 保羅一而再 再而三地勉勵當時教會的信徒 要靠主喜樂 那麼 當然後面我會講到 我們最後會來分享保羅 為什麼他一直再而三地提醒我們 要在苦難當中 要靠主喜樂呢 一定要喜樂呢 為什麼呢 我們最後會來做分享 現在我就暫時打住 那我們再來翻過來看 菲利比書的第四章第一節 菲利比書四章四節 第四節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 我再說你們要喜樂 所以你看同樣在同一封書信裡面 對菲利比教會 就連續地這樣重複了好幾次說 要靠主常常喜樂 我再說一次 你們一定要喜樂啊 如果你不喜樂 信主而不喜樂 那就枉費你再信主了啊 保羅的意思其實就是這個樣子了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參考旧約聖經裡面的一些記載 來做一個對照 尼西米記的第八章第十節 就約六百零六頁 六百零六頁 尼西米記第八章第十節 第十節 我們從頭看好了 主要是在下半段 第十節又對他們說 你們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 有不能預備的就分給他 因為今日是我們主的聖日 你們不要憂愁 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樂 是你們的力量 這裡聖經告訴我們 靠神而得的喜樂 是我們的力量 所以意思就是說 靠神得到的那種喜樂 才是真正的喜樂 才是恒久的一種喜樂 再來我們來看第二段聖經 詩篇的九十篇十五節 詩篇九十篇十五節 舊約七百二十六頁 十五節說 求你照著您使我受苦的日子 和我們遭難的年歲 叫我們喜樂 這裡摩西作詩這樣說 這是一個祈禱師 祈求神能夠照著神 使我們受苦的一個日子 和我們遭難的年歲 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們今天所遇到的這些苦境 都有神的一個旨意在那邊 若不然是不會 無編無故的讓我們去碰到這些苦境的 不會 都有神的美意在 所以這裡摩西就祈求神說 我們受苦跟召喚人都是出自於你 那我們受苦多少天 你就要叫我們在那麼多的天數裡面 天天喜樂的意思 十五節是這個樣子 所以摩西我們都知道是神人 是神的先知 也是以色列百姓的一個領導者 領導者 算是一個偉大的神的一個工人 他都這樣子跟神來祈求了 那麼這表示說 這個在苦難當中 能夠靠主喜樂 是何等重要的事情 所以剛才我們讀過這兩段聖經 都對我們指出了一項道理 也就是說 當我們在遭受苦難的日子 只有一個辦法 靠主才能夠喜樂 而喜樂就是我們在苦境當中 活下去的一個力量 這是我們要記住的話 喜樂是我們在苦境當中 要活下去的一股力量 這是第二個方法 在苦難當中要靠主 才能夠常常喜樂 那第三個方法 就是要有單純的信 要單純的信 什麼叫做單純的信 換一句話來說 單純的信 就是指著我們的信仰的 是有高度的 是有高度的 這個高度就是跟神一樣高 神的標準 達到神的標準 是有高度的 不是沒有高度的 沒有高度的就是我們可能一般的信仰狀態 就是沒有高度的 所以就是說要單純的信 那我們人生在世幾十年 甚至於有的人活到快一百年 但是生活不見的 每一個人都是非常的順遂 常常我們碰到不順遂的時候 也常常我們碰到一些困境 那我們都會迫切地長期長時間地跟主耶穌來祈求 可是主耶穌並不是在你當下就來回應你 有時候神是靜靜地在聽而已 還沒有到時候 所以你聽不到主的回應 那就是因為這個樣子 我們在困境當中 已經這麼久了 為什麼主都沒有回應呢 主耶穌都沒有回應 到底為什麼 那麼這個都是我們一般信徒 不能夠喜樂的一個原因 聽起來好像也很有道理 這個是從我們人的軟弱的角度來看 是很有道理 主我跟你祈求 你不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嗎 你不是一致的神嗎 那為什麼我祈求了三個月 甚至於三年 你都沒有垂聽呢 你都還沒垂聽呢 為什麼 這講起來是頭頭是道 很有道理 其實在神看來 神在偷笑 神就很簡單 傻嬰 傻孩子 我的時間還沒到 那我們來看一段聖經 什麼叫做單純的信 來看哈巴古書的第三章 十七節 在旧約聖經 一千一百零一頁 旧約聖經 一千一百零一頁 哈巴古書 第三章的十七節 到十九節這一段 十七節 這裡說 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望 葡萄樹不结果 橄欖樹也不效力 田地不出糧食 眷中掘了羊 棚內也沒有牛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歡心 因救我的神來喜樂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祂使我的腳快如母鹿的蹄 又使我穩行在高處 阿曼 這裡十七節 十七節這裡跟我們講 十七節 它說 無花果樹不發望 葡萄樹不结果 橄欖樹不效力 田地不出糧食 眷中掘了羊 羊 棚內也沒有牛 那麼這裡所寫到的 這些當時以色列百姓 他們所為生的那些家產 家產 通通不效力 通通不出產 通通不結果 通通死掉了 這是何等大的一個苦難 但是哈巴古書的一個作者 他十八節接著卻這樣說 然而我要因神而歡心 我要因救我的神而喜樂 這個就是我所謂的單純的性 單純的性 雖然我們每天生活上 肉體上所需要的這些物資 好像沒有不可以 對我們的肉體來講是這個樣子 但是今天竟讓你碰到了 竟讓我碰到了 沒有不行 可是我碰到了 我仍然要因著神而歡喜 因著神而喜樂 這個就是哈巴古先知 他所講的一個 這個哈巴古書的一個 最後的結論 最後的結論 那麼這個我認為 就是一個單純的性 也就是我們要 因為單純的相信 我們天上這一位慈愛的真神 這一位偉大的真神 而喜樂 雖然我眼前當下 是在苦境當中 但是因為我有神 我相信神 我相信神會保守我 會眷顧我 會讓我平安 所以我就因此而喜樂 這是我們一個基督徒信仰的高度 這個高度就達到了神對我們的期望 期望值 那個水準 這就是我們 也應當大家 齊心努力的一個信仰的追求 要單純的信 有了單純的信 從這一節聖經節告訴我們 我們的信仰有了高度 也就是充滿了這個 有意義的那些內涵以後 雖然我們偶爾會碰到一些 似乎不順遂 一時沒有辦法讓我們明白的 神的旨意 但是我們仍舊能夠本著 這樣單純的信靠神 信神而喜樂 我們要清楚 我們身為一個基督徒 我們的福氣 喜樂是從福氣而來 那我們的福氣 並不是一般世人 所想的福祿才指授 不是 不是這五大象 如果我們一個真基督徒 我們認為我們的福氣 也是在這五大象 福祿才指授上面的話 那我們信仰就失去了高度 換句話說 我們信主就枉然了 就枉然了 我們來看 哥林多前書的十五章十九節 哥林多前書十五章十九節 新約兩百四十五月十九節 十九節說 我們若靠基督 只在今生有指望 就算比眾人更可憐 這是保羅的一個 信仰的一個心得 他跟我們分享 他說我們今天 靠基督耶穌 如果只是為了在今生 有一些短暫的盼望 那麼我們就比眾人更可憐了 因為我們為了信 耶穌基督 我們放棄了多少 這個世間的享樂 物質的追求呢 為什麼 那如果是 我們的追求在今生的指望 仍然是在這些上面的話 那我們真的是比一般的世人更可憐了 因為很多很多物質的享樂 我們都放棄了 都沒有去享受 至少那個不信耶穌的人 他們還去享受了 到最後結果都一樣的話 因為都只是在今生有盼望 在來生沒有指望的話 那有什麼意義呢 一點意義就沒有了 那麼我們信主也就枉然了 所以單純的信 這是我們一個基督徒 在苦難當中要喜樂的第三個方法 也是很重要的一個方法 那以上就是小弟所歸納起來的 三個重要的方法 能夠幫助我們在苦難當中 活出喜樂的生命 仍然有一個基督徒的一個美好的見證 在我們的身上 那最後呢 我要以保羅 他盟主恩召以後 他所為我們留下的這些典範 來作為一個總結 也是一個複習 那麼在這個新旧約聖經裡面 談喜樂這一件事情 談得最多的就是使徒保羅 那為什麼他談得最多 我認為他是最有資格 來跟我們分享 勸勉提醒這個有關喜樂的道理 為什麼 因為他被主選召以後 他並不是一生順遂 他可以講是吃盡了苦頭 我們在座每一位同工們 我相信我們沒有一個人 有辦法跟當時的使徒保羅 所吃的苦去跟他比 這個義分都比不到他的十分 保羅吃盡了苦頭 那我們現在一段一段來跟大家分享 剛才我們有看到 這個菲利比書的四章四節 我們不必再翻 我就再講一遍就好 保羅勸勉我們 說你們要靠主喜樂 我再說你們要喜樂 那麼保羅在他的一生當中 就像我剛才講的 其實他吃盡了苦頭 這不是我們一般人所能夠承受的 我們再來看一遍 哥林多後書的十一章 哥林多後書十一章 二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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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說 他們是基督的仆人嗎 我說句狂話 我更是 接著就是他在敘述 他遭受過的這些苦難 我們就看下去 我比他們多受勞苦 多下監牢 受鞭打是過重的 冒死是屢次有的 被猶太人鞭打五次 每次事實 剪去一下 被棍打了三次 被石頭打了一次 欲著船壞三次 一晟一夜在深海裡面 又屢次行遠路 遭江河的危險 盜賊的危險 同族的危險 外邦人的危險 城里的危險 旷野的危險 海中的危險 假弟兄的危險 受勞碌 受困苦 多次不得睡 又饥又渴 多次不得食 受寒冷 赤身露體 除了外面的事 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 天天压在我身上 有谁软弱 我不软弱呢 有谁跌倒 我不焦急呢 我若必须要自夸 就夸那 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 这是保罗的一个 生命的写照 可以讲他吃尽了 百般的苦楚 为了要传神的福音 为了要牧养神的教会 其实我们都难跟他 比其一二 可是虽然保罗吃尽了 这么多的苦头 他却仍然对他的信仰的生命 充满了热情 不但他自己靠着主 常常的能够在患难中 常常的喜乐 而且还在他的书信当中 一而再 再而三的提醒我们 勉励我们 一定要跟他一样 靠主喜乐 靠主才能够喜乐 靠自己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一定 所以一定要懂得靠主 才能够喜乐 所以最后我们来看一段 保罗的话 《铁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 十六节到十八节 《铁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 十六节到十八节 新约两百九十二页 十五节 十六节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 按天使掌的 对不起 我念错 念成十四章 五章的十六节 对不起 五章十六节 在下半段 十六节 他说 要常常喜乐 不住地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这里保罗又再一次提醒我们 要常常喜乐 不住地祷告 凡事谢恩 这一段经节可以讲就是 既简洁 而且又有力量 来说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他正确的一种生活的态度 我们的生活态度 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必须要正确 要正确 就是要做到保罗所讲的这三件事 那我把他的这三句话 顺序做一个调整 第一个就是要凡事谢恩 第二 不住地祷告 最后 就常常喜乐 因为一个能够凡事谢恩的基督徒 神的儿女 又能够不住地祷告 在苦难当中 到最后 他自然而然 能够常常地喜乐 这是出自于自然的 那个当然是要力量 一股力量 喜乐的力量 那个力量就是从神而来 因为你能够在苦难当中 还能够凡事谢恩 不住地祷告 自然而然 自然而然你就会喜乐的起来 所以最后 深愿大家能够 我们都能够经常地自己 问自己说 我喜乐吗 我天天都来教会聚会 天天都来 每星期都来守安息圣日 我喜乐吗 这个问题 并且能够记住 假设 我今天身为一个基督徒 身为神的儿女 那如果我失去了这个喜乐 那我的信仰就没有了见证 早上小弟的分享就到这边 愿圣灵带领我们大家 最后大家来唱赞美诗 感谢观看